11月20号香港永生电影公司老板向华盛 在北京协和医院因石道癌影致器官衰竭病逝 终年63岁 其遗体在24号10点30分在北京火化 向氏家族成员都纷纷飞到北京大店 当天晚上向氏家族成员包括向华强夫妇 陪着向华盛一双端木英子 带同向华盛的骨灰及遗照 坐私人飞机回到香港 而向太陈兰就在微博po了一张 家族成员以全黑大扮下飞机 捧着向华盛遗照和骨灰的合照 向太还写了两段很长的感言 其中漫长的岁月之流一下沉淀 凝集而成疲倦 疲倦是天地所赐的最佳钥匙 可化解身离死别之痛 其实离去之时 只让行园圈里的人知道就够了 有机会阴阴告别就好了 没有失疑失态的嚎啕大哭 没有失去宇宙信通的终极绝望 只有对人生的深刻体会 肃穆幽丝 每何如知 离去无非就是归去 如一片黄叶飘落草丛中 不搅动一丝气流 像一颗水珠滴落弧心里 不挑起一圈涟漪 而从像是家族成员脸上从容的表情 确实能感知大家对向华盛的离去 已经战胜了哀伤的洗礼 优酷全娱乐 香港报道